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加全股价指数 用3200亿 就再度写下历史 收盘涨140点 再创收盘历史新高 盘中16602也同步创历史新高 只花了3200亿 台股真的是蛮经济实惠的 我这两天一直跟各位讲个观念 我说台积电不动 大家轮着动 那讲白的 就是个股表现 那持住为什么今天强 创新高 你看台积电今天涨15块 昨天跌10块 今天涨15块 连两天加起来 台积电才涨5块钱而已 台股今天创历史新高 这不就是我讲的吗 台积电不动 大家轮着动 你动我动 动着动着 就个股表现 所以你看台积电的护国神山 我认为护的是投资人的信心 是投资人的信心 那现在重点在于 你要太弱留强 一到三月第一季的主流 该卖不要留恋 其实我这个礼拜已经 获利出掉很多 先前大涨的股票了 先前大涨的 甚至从3月10号 一路涨到昨天创新高的股票 昨天我也出掉 我的目的就是要买什么 第二季的新主流 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 好 来 联发科我讲重返千元日 台股过高时 他老兄还真厉害 还没有到一千台股过高 那会不会联发科好 我们回过头来 联发科有没有机会到四位数 我说有 你看今天新闻出来了 击败高通 这今天的新闻 手中订单 执行长蔡迪行自己讲的 手中订单 预估了 预估了 从他订单范围 不是说他订单有8亿只 说从他订单的规模来看 应该有8亿只 5G 5G手机 全球 可是市场只有股5亿 那个8亿5亿差3亿差很多 所以当联发科击败高通之后 你这个地方高点会不会过去 加全股价指数都创新高了 那你认为联发科会不会过去 这我都讲到前面的 我都讲到前面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你要注意一点 有些股票已经开始在动了 主力 内资 法人 他不会等到创新高 爆量大涨的时候 才告诉你 来 先进光 今天再拉 第四支 第四支 涨 停 板 所有人都轻轻松松的 见证到 新的标股 那我讲 在这里 很关键 恭喜大家 先进光 一开盘 又是涨停板 这是第四支 很重要 那很重要 这三个字是我加给观众朋友的 为什么很重要 你手中有先进光的 那恭喜你 因为你可以 把你的先进光 不管你要不要卖 你现在卖先进光 你也是大赚 那你卖了先进光之后 你跟着我们来做 下一档先进光 那你没有先进光的 更恭喜你 因为你不用担心说 我到底要不要卖先进光 你就把你的资金 准备来复制下一档先进光 那先进光 我就跟各位讲 今天拉出第四支掌停板 这边是第二段 前面我在讲的时候 我在这里 爆量换手 掌了五根掌停板 一线大厂入股的故事 其实 大盘 有没有创新高 对一般投资人而言 倒是其次 你能不能做到像先进光 在这里 你懂得这叫爆量换手 买完之后 一 二 三 四 五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一段 20分钟一盘的整理过程当中 你可以不要理它 这是今天节目非常重要的地方 好的 来 大家都在担心 很多人可能今天把股票 或昨天把股票都卖掉 昨天前天把股票通通卖掉 你说要放长价 三月十一号 三月十号 那个之前的时候 不是大家也很担心吗 大盘从一万六千六百 一万六千五百五百五十点 杀到一万五千六百点 杀了九百多点下来 大家在担心 那我告诉大家 业绩公布完毕之后 该涨还是会涨 有没有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联用营收全部公布完毕之后 对不对 来到这里 我跟你们讲 不要担心 就从这里 一路涨到昨天创新高 对不对 你在这里是不是很担心 可是营收公布完毕之后 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不是跟现在你们的很多人心情是一样的吗 你担心说有长假 长假 不要听那些对你的操作没有帮助的 那些恐吓你的人 是对你操作没有帮助的 对不对 那这一次放完长假回来之后 我跟各位讲 那个故事会复制 联用只是其中一档 它是最大的IC设计 连指标性 一线大厂IC设计联用 都能够从我讲完3月10号 叫你们大家要注意之后 到昨天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 历史新高我们昨天卖掉了 我们也公开告诉大家了 对不对 好 来 那你的资金其实就是要去锁定 去锁定什么 第二季的新主流 那现在重点在这里 来 当时先进官我跟各位讲 我说后天恢复正常交易 有没有 那时候我讲 你前面分盘 分了20分钟 前面还有5分钟的 那剩下最后三个交易日 在这里 你要把握 为什么 因为大盘OK 大盘直稳 人气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做 因为如果大盘不好 是下跌的 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当大盘氛围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就要做这种强势股票 后天恢复正常交易 那买完之后 我也告诉大家 你要注意 那礼拜二 再拉第二支涨停板 你做对了 其实涨停板 并没有那么难 对不对 并没有那么难 昨天先买 先进光 今天又涨停 重点在这一句 礼拜三 恢复正常交易之后 走速会更强 蹦 再拉第三支涨停板 直接跳空锁住 成交量比前一天 分盘交易还要少 但是 你看到的是三支涨停板 你轻轻松松的 轻轻松松的 今天再拉第四支涨停板 那这里就是十支路口 很关键了 我们刚刚讲到了 对不对 那结后回来呢 我们现在讨论两个重点 第一个 来 你跟着我做先进光的 在这里 今天一 二 三 四 已经四根涨停板了 那还会不会再上 这边一百二了 还会不会再上 第二个 你没有先进光的呢 我告诉你 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来复制下一档先进光 跟着我做 丁老师常常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我放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都想来抄丁老师的 可是每一个头股老师 大部分 不敢讲全部 都是去追涨停板 然后一堆股票 奇怪 每天都有不同的股票 涨停板 哪有那么多股票给你追 买好买满 等涨停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今天很重要 就是你复制 复制复制 一线大厂入股故事 有没有 爆量换手 我当时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叫做爆量换手 为什么 前面的六百张 五百张 对不对 你主力根本吃不够 所以你看 外资在这天也同步大买 我讲的对不对 这是量 3月9号那天 你就算涨停板50块9了 我们拿最高来讲就好了 那天爆量换手 后来涨五根 整理完 接到120 好 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说你没有做到没有关系 你要记得这一点 我们再强调一次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来 你现在看了 第一段 也在整理 还没有过高 还没有过高 我现在跟各位讲 还没有过高 就是等放假回来 跟着做新主流 什么叫新主流 我跟各位坦白讲 这种创新高的 我都已经公开这么久 公开四天 四天四只涨停板了 它不算是新主流 你来就是做全新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才说今天节目很重要 这边先长一段 这边整理 复制先进光 会做不会做 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你看 我跟各位讲 你说IC设计 记忆体IC设计 我说这个跟着联发科出货的 你看看 美光财报 你们去看美光财报就好 美光盘后大涨 为什么 财报好 那美光财报好 星豪哥早就反映了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我93买 今天最高110.5 17块半 抱着继续赚 今天礼拜四 放下钱 你赚钱 你做对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回过头来 跟各位分享一点 股票 你要买在发动钱 另外像这辆股票 我也跟各位公开好 没有关系 我前两天盖住了 我说这辆股票 准备喷出 我329那天跟各位讲的 我会在这里 那时候我讲 我说 你看整理三个月 这个量也出来了 当它这辆拉出去之后 对不对 你发现到什么 这个底型不是已经出来了 这个右肩的量不是出来了吗 对不对 这个右肩的量不是出来了吗 右肩左肩 右肩左肩 因为右肩的量不是攻击量出来了吗 那去年赚5块2毛9 那今年法人预估9块钱 想是保守 9块钱保守 中位数12块钱 中位数12块钱 预估EPS今年 当然最主要 ESB高速运算 晶片 高速运算晶片 然后呢 筹码干净 没有限度交易 不能陷股当冲 现在才刚刚开始整理三个月 没有蜜月行情 所以这股票你看 一路这样上来 很漂亮 那涨到300多块钱 我觉得 以它今年的这个本益比 基本上来讲它还会再涨 但是我觉得 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做就是做 我现在公开给你了 你也不要自己去追 你要做做全新的股票 做全新的股票 甚至可以告诉大家 我都准备好了 礼拜二回来 我9点就会买进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晚告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提供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好 那电动车的操作 你再来看我们的节奏 那我前两天不是跟各位讲 我出掉广宇 获利卖广宇 获利卖红准 对不对 这不代表我看坏 而代表说 当红准广宇在整理的时候 我把资金要转到其他的股票身上 未来我再买回来 一样 大家都知道这张股票已胜 有没有 我要直白跟各位讲 我长线目标 我都讲白的 长线目标 长线目标 我不是看两位数 我是看三位数 可是短线上的资金运用 这就是一个学问 所以昨天我再把乙胜 全部获利出清 对不对 礼拜三 那我买进政达 三一四合政达 礼拜三买 今天早上听办 打入电动车的荧幕 也是鸿海集团的 那一二月的营收 年增72.4% 年增72.4% 所以我们很简单 就是昨天买进政达 把乙胜获利放口袋 那把资金从赚的 以胜KY 买政达 礼拜三 那今天就涨停板 真是开心 就符合我告诉大家的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 来追你 对不对 一样嘛 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我跟各位讲过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过 来你来看 你是不是先买 你才享受涨停 你不是今天 你追涨停板 你是先买 今天涨停板 昨天买 今天涨停 昨天买 今天涨停 对不对 那另外一点 很重要一点 有没有 老师昨天爆量 又来了 你回个头想想看 爆量 讲先进光在这里 爆量要下来的人 一叉叉了135% 会做不会做 真的差很多 我再强调一点 不会做都是 每天去追涨停板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人都是 每天都涨停板 每天都有不同股票涨停板 支支涨停板 支支都去追 我们差哪里 我们先买 买完隔天涨停 先进光 爆量换手 第一波 第一浪 五根 整理完第二浪 四根 还没结束 我讲完之后 我说后天恢复正常交易 一根 两根 而且我说 明天恢复正常交易 这个走势怎么样 会很强劲 直接跳空涨停板 恢复正常交易 你买都买不到 直接跳空涨停 锁死 今天在它第四根 那你爆出量来之后的 我也跟各位讲 你就来做新的股票 所以今天节目 非常非常重要 你做到先进光 恭喜你 很棒 那你要不要来做下一档 对不对 我的逻辑 对我告诉你 你赚钱 恭喜你 那你愿不愿意跟着 下一档 正确的逻辑 再来赚 那你没有呢 没有你看我节目 老师啊 先进光 我看到了 也听你讲了 我不敢买 很好 因为怎么样 记得这一点 丁老师不会带你去追涨停板 买完 等涨停 让涨停板来追你 对不对 我说我跟你讲过 我们要的是赚大的嘛 不是赚那种3%5%的嘛 不是赚那种3%5%的啊 你至少 你至少怎么样 至少是三四只涨停板的啊 四根不够 三根不够 两根不够 一根不够 对不对 你买完之后 轻轻松松四根涨停板 还没涨完耶 它还没涨完耶 对不对 这第一段 这第二段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我们要来复制先进光 这边第一段 这边准备第二段嘛 因为大盘 氛围变好 所以有机会 我再强调一次 丁老师不是死多头 今天如果是空头 今天如果没有行情 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今天行情好 所以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把握 你先进光 没有做到这第二段了 这边 它还会继续涨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可是这个地方很关键 因为它爆量 这地方爆量 你来自从这边开始做 你懂吗 我不要你这个地方去追 就像我这边跟你讲 你爆量换手买完 五根涨停板 这里整理 整理完之后 我是不是跟你讲 马上再进场 完全无缝接轨 这边五根 这边开始一根 来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你跟着来做这个就好了嘛 就是复制先进光嘛 记得 拜托拜托 好不好 接下来行情是 选股不选市 选到好的 像闲情光这样 噼里啪啦 一标标四根掌停板 对不对 像我们的政达 也是一样啊 昨天以胜获利出清 买进政达 直接蹦 就掌停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接下来 就是来做新的 四月新主流 好不好 放假前 我只开放一次 就这一次 过了就没有了 你现在把电话拨通 丁老师帮你出一半 你现在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做全新的主流 而且 宇哥 说到做到 我帮你出一半 好不好 而且 来 请注意哦 我加码在这里 这一档下周喷出股票 一并把它带回去 假日这两个都把它带回去 好不好 这一档 你一定要有 先把这个带回去 先把它手续办好 你再去放假 来 电话拨通 四月新主流 你现在打电话来 办好手续 宇哥帮你出一半 接下来这个 你一定要有 好不好 我偷偷告诉你 礼拜二 准时 九点前 带大家进堂布局 祝大家假期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